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追寻生命的长河 磨尽的卑微有时无空 就算胜负雨但侧月 要旦风云变色 遥遥云归系 凭独喜八方风雨 已附个帝国日不落 长生平生云 何之星空 寂寞真心欲火争气 明知莲花掌握江湖难忍错 谁晓得该怎么说 不知何洒脱都唱过 离开天地月 一笑一世的传说 沈思河 沈见真道 飞传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思河 那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世兄 如果你真的踏出这一步 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现在对我来说 还有回头路可以走吗 你真的要和人租为敌吗 不是我要和人租为敌 是现在 我早就成了大家的功底 世兄 我觉得你 有那面巡逢 是 快走 请你好自为之 师兄 如果你真的踏出这一步 就再也不能回头了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公子 吉时已到 请去喜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不对我笑一下吗 我知道你不是人真理 等我们达到神都 我想看你对我笑 等到那一天再说吧 祝公处驸马百年好合 永结通心 你别让这имости 人 twists 谁 走 走 走 师妹 不可能啊 这么短的时间 从巨星境到从圣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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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 杀了他 是 是 师妹 你这是何恐的 不是自询子路吗 就算是死 要拉着南柯一起死 走 师妹 走 师妹 你没事吧 走 走 走 传令下去 全程送我 却不让那只死蛊火 踏出徐老城犯覆 是 师妹 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傻 你只要强行提升觐见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死的 我来到这里 却没有想着要活着回去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杀了南柯 就能延换魔族出兵的时间 是 所以你这么做 还是只为了陈长生是不是 你想利用新枕 来救陈长生的命 我还以为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我 师妹 师妹 你走吧 不用怪我 在你的眼里 我是一个会抛下你不管的人吗 我不想死的时候 还要拖着你 我能拖你一起死 这辈子 也算值得 总之师妹 我不管你怎么想 我绝对不会抛下你不管 这里是魔族废治已久的薛老城 一时半会不会有人来 你先在这里好好养伤 我马上去弄解药 中文字幕里面 手机 了解药 嗯 回来了 你一整晚都在这里 昨天 是我们的新婚之夜 我当然要在这里 等我的夫君了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你当着我们全族的面 把他带走了 你置我于何地 可是我没有办法不管他 南柯 算我这次求你了 你就放他一次吧 如果你答应我的话 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居然为了那只死凤凰 来求我 我告诉你 我不会让他活着离开这里的 让你断了这个念想 南柯 把剑药给我 我要是不给呢 杀了我吧 来啊 你别逼我 是你在逼我 让他走 让他走 公主 让他走 公主 难道真的就让他这么走了吗 他一定去找那只死凤凰了 派人跟着他 是 有反应 有肉 仔细走 仔细走 clicking 对 让他走 先驒 快走 downloads 在这里 怎么会是你 给我仔细搜 只要抓到了仁族圣女 公主必有重赏 跟我走 为什么 你不想见师妹了吗 师妹 容儿 长生 我本来计划 要杀死难渴的 别说话 我帮你看看 把门说 这个暗门 耳朵 我看你 真是 我看你 兄弟 来吧 容儿 师妹 怎么样 我好多了 真是对不起 我没能拿到解药 你敢助手相助 我已经很感激了 有容的毒果能治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尽快离开这里比较好 我哪儿走啊 这么巧你也在啊 真好 正好把你们几个异国端了 南克 我今天不想跟你斗 请你放他们离开 你还真是爱无极物啊 要是我不呢 那我绝对不会让你动师妹 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陈长生 你会找机会 带师妹离开 你呢 我不用你管 你只要安全带她离开就好 给我上 小心 我是龙魂 你们是伤不了我的 陈长生 带着臭凤凰先走 你小心啊 走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不想看着师妹死 到现在你还不清醒吗 你为她做了那么多 她眼里有过你吗 我已经犯下太多的粗食 我不想离心中最后一点 矜持都放弃 现在有啥药果啊 西天尊便吧 你以后 这边怎样 特别有啥 不少 这就 Aren't you 好 是不是 我怎么想离开 你 我好 就是 你 这就 你 你的严gen 我好 你好 你我从此 恩断一曲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怎么办 好 那请你保重 我的爱被埋在无名被我奉陪 风儿吹 花成灰 别成一潭似水 无怨无悔 这儿是你 你醒了 对不起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我只是想帮你 我知道 但我更希望 你能够平平安安地陪在我身边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傻事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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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终于醒了 克尔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外面的局势怎么样了 我们魔族大军 已经到达人族的边境 只等师父一声令下 很好 那就让人族见识监视 我们魔族大军的威力吧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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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小哥 陛下 身后 您没事吧 我没事 多亏你们来得及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都怎么了 这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发生什么事了 魔族大举进番 又在边境发动了几次战争 拼了 和他们拼了 不就是魔族吗 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这么多人哪 没那么容易 上一次魔族入侵 已经是太原初年的事情了 一直攻到了皇城 这一次他们要再举进番的话 应该是有备而来 说得没错 目前星阵不稳 陛下有无心过问朝政 再加上军心换散 如果我们再发动战争 未必会赢 没事 别担心 到时候 我从妖族带一帮人来 两族联合 还怕弄不死他们啊 对 我们离山剑宗也不是吃素的 正想杀他们出出气 总之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上前线杀痛快 那 沐浴姐姐 我们真 都可以去啊 不管别人 反正我唐三十六是去定了 那这回我唐三十六 就要堂堂正正做个男子汉了 这个是您写单 只写用的 然后这个是居忧伞 是用来恢复你的功力的 然后 对了 这个是千里纽 送你几颗 还有吃的 你这人要是没吃的 什么活都干不了 在战场上自己千万注意这点 啊 殿下 你不用担心我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 你可是我徒弟啊 这魔族那么多 这万一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魔族有什么好怕的 你说现在 百姓都饱受战火之苦 我们自然要出手相助的 再说 既然他现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每天也为了那个心症的不稳定 吃不下 睡不着的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 能多杀他几个魔族 踢到解忧 也算往血缘破 没摆进国教血缘 这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关键时刻 这么勇敢啊 只要在殿下心中 我不是那个 只会吃 只会扫地的笨熊就行了 你当然不是笨熊 你是英雄 英 在战场上 你千万千万要注意照顾好自己 不要受伤了 还有啊 一定要活着回来 放心吧殿下 我一定活着回来 起来了 大嫂 把药喝了 多谢大嫂相救之恩 我也不是特意救你 你落在我那庄稼地里啊 要是被人发现了 我也吃不了兜着走 大嫂 我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此别过 大嫂大恩 寒时日后定将永泉相报 我也不是图你相报 那外面兵荒马乱的 你可不要乱跑 听说那魔族在边境打仗呢 我就是要去边境杀魔族 护我人足边疆 我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了 你又要去送死 那不白白糟蹋我那药吗 大嫂 我意已决 多谢大嫂关心 你等待 你等待 你要去战场 我也安不住你 你要去战场 你要去战场 我家就剩三个饼子 拿着好好杀敌 拿着好好杀敌 记着活着回来 好了 走了 走了 走 你就带这么点东西啊 我还以为 你那些自以为是的发明 都得一样不落带过去呢 我这一次啊 就带了一样东西 什么呀 你呀 我 在这里 对了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 我曾经穿着它 躲过了魔族的一件 我一直珍藏着它 送我 对啊 我希望你穿上它 就像它保护我一样 保护你 你真好 不过是不是不大适合我 你笨啊 我肯定为你改制过了呀 哦 我就知道 我对女人最凄凌了 你 谁是你的女人啊 你要是等我回来 那就是喽 唐唐 你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 这又是第一次离开家 而且前线魔族凶猛 刀剑无情的 你可千万要小心 记住 凡事不能鲁莽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做到了 从你那天站起来说 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开始 我就觉得你做到了 从那一刻起 我觉得你长大了 没有让我失望 对不起啊 以前的我太过自负了 太过自负 那是相当自负 非常自负 又毒蛇 又厚脸皮 不过 不过什么 我喜欢 对不起啊 答应我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一定要记得我再等你回来 要打残我呀 要打残我呀 好了 别装了 你要再这样 墨语该找我拼命了 三十六 你是最好的 唐家都会因为你而骄傲 你就别提唐家了 是我愧对他们 但这一次我会尽力的 救出我的父亲 你终于长大了 懂得什么叫责任了 你说话别像个老人家一样嘛 答应我件事 你说 活得自私一点 不要让你心爱的女人伤心 魔族就交给我们吧 你们要抓紧时间 找到控制星辰的方法 而不是愚蠢的献祭 先生 殿下 时间不早了 我们就先走了 那我们走了 嗯 走了 杀 哈 你 鞠 这 是 事情 加油 你 你 走 随便 救命啊 不知何方高手出手相救 薛元破再次歇过 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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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生 还是不行吗 你已经延续几天不眠不休 我不能让你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边境战狂如何 父亲领着大洲边军 阻挡了魔族军队的偷袭 魔族退至边境以外驻扎 改为小规模清醒 不时地偷袭我人族军队 偷袭 傚儿 彤彤 彤彤 来 废一个 呗 你是何能香港 可以 这都有一尾 咱们 都 subscriptions 出来 参见陛下 教宗大人不必多礼 这是前线传来的战报 我军在前线死伤惨重 魔族士气高傲 再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教宗大人前来 不只是来汇报军情吧 有什么话请直说 臣恳请陛下 以天下苍生为重 献祭生灵 以共兴阵 普通的囚犯 已经无法满足 兴阵的需要了 陛下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为了天下苍生 天下苍生 天下苍生 为了天下苍生 朕已经失去了先帝 又失去了儿子 如今儿子好不容易 回到朕的身边 难道你还让朕 亲手再把他杀死吗 陛下的心情臣明白 可现在魔族步步紧逼 请圣后早日拿出对策 好了 别说了 教宗大人退下吧 陈遵旨 陛下 我到底该怎么办 难道这就是 我的报应 可是 既然是报应 为什么不报应在我的身上 而要让我们的孩子 来承受这一切 陛下 你怎么过来了 我想 请您帮我梳一次头 小时候 小时候 我不会梳头 都是师父帮我梳的 师父手劲大 每次都把我弄疼 所有我每次都幻想 如果是母亲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 现在冤枉终于实现了 帮你 拯救我 让我梳子 知道 如今 ? 如今 我想都是细细的 您也帮父亲说过头 是啊 当年你父亲 显侍女的手不够细致 不让别人碰她的头发 所以 都是我在说 其实父亲 就是想和您亲近 是啊 专严二十年过去了 我也再没有给人输过头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好好守着 你父亲留下的江山 就用我的命 守住父亲的江山吧 只有我的命 才可以稳固行阵 如果我一个人的命 可以换取天下太平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母亲您不是说过 生在皇室 就应该背负 属于自己的责任吗 是应该背负自己的责任 即使要背负责任 也不应该由你来背负我 你是我的孩子 你认为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你 再一次在我面前死去吗 母亲 如果我的死 可以令更多的人快乐和幸福 那对我来说 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天命注定 我是您和父亲的孩子 也注定了我活不过二十岁 那我何不好好利用我的生命 去帮助人族 帮助大舟呢 不可以 就算用我的生命 来换取你的存在 我也在所不惜 母亲 如果换作是父亲 她也会这么做的 来沈子 心海中的频率 刻画的是你 升起我笔中涟漪 思念的轨迹 一点点清晰 你是否也正被他牵引 每一次亲历 像掌纹前夕 你在掌心我的勇 温暖和不觉你 爱注定相遇 像那星光合影 陪着你好像在心机 这一生的使命 我永远选择决击 直到引发扭闭 就算再看不清那爱的话里 未来的天意 让未来决定 累积所有幸运 存进你的宿命 像依偎的心 有你会更坚硬 再不怕命运被清晰 若时光成群 若已不再是你 我一定还会爱上你 啊 初天相遇 啊 初天相遇 啊 初天相遇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A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动